大家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大家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如果能听到的话,麻烦在留言区回复一下,好吗? OK,我看到这边,我们说能看到了,对吧? OK,我看大部分咱们那个回复的问题, 我都说可以看到了,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内容吧, 然后屏幕这边都看得清楚,对吧? 因为可能照顾到这个部分小额通的观众, 可能咱们这个PPT有点小, 那如果说有一些个别的数字,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会比较多, 然后有一些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数字方面的信息, 那如果大家看不清的话,明天也可以问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说明天也可以问我, 要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版的PPT, 然后到时候我们也会发布给大家。 那今天开始之前呢, 还是按照惯例啊, 咱们来讲一讲这个我们公司的一个介绍, 因为很多我们这边的客户, 客户朋友们肯定都很了解我们公司了, 但是可能刚刚加入我们啊, 或者说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情况好了, 那我们公司呢是Gold Markets, 目前总部呢是在澳洲的这个墨尔本, 那目前澳洲在悉尼呢也有一个分公司,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现在像是在阿联酋的迪拜, 还有英国的伦敦呢, 都是有直属的分公司办公室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5天24小时的一个英文的电话服务, 我们墨尔本的地址呢,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的是在市中心的600号Bark Street, 然后悉尼的这个办公室呢, 是在680号Joyle Street, 就在Word Square那边, 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个英文本下没有办法嘛, 那疫情之后呢, 也欢迎可以来到我们办公室啊, 呃, 这个之后呢, 我们还是做一下风险提示吧, 所有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啊, 不管是我说的, 还是我分析到的, 还是说我个人的一些投资的想法, 都是一般性的建议, 并不代表这个给您的个人的财务投资的建议, 更不代表我们公司的一些建议, 那呃, 我们公司呢, 我们公司呢, 这个付金融服务牌照呢, 是在这边, 大家呢, 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查一下, 那这个还是说到大家很多人最关心的一个资金账户的一个情, 资金隔离的一个情况了, 所有呢, 我们公司的呃, 客户资金啊, 都是安全的存放在第三方的隔离账户, 也就是Trust Account的里面, 那这个Trust Account的目前呢, 是在澳洲的国民银行, 也就是NAB, 目前呢, 是严格遵循跟呃, 客户资金分离制度, 也就是说啊, 所有客户的呃, 客户的资金呢, 是跟公司的运营资本是完全隔离开来的, 并且呢, 这个资金啊, 还是每天都要与银行呃和审核结算, 而且呢, 是受澳洲证监会监管的, 这个呢, 是我们每一次讲讲直播之前啊, 都会讲的一个内容, 那呃, 忘了说我是Coco, 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以为我是Joy, 或者说呃Vanissa, 我先说一下我是Coco, 我记得我差不多是在上一次, 讲网课是在上个月的中旬吧, 也就是说差不多有半个多月没有讲了, 然后月初的时候呢, 跟Joy做了一场直播, 那今天呢, 我会继续啊, 来给大家做一下呃, 这个网课, 那网课跟直播的一个区别, 很多可能听了几期的时候, 大家也有发现啊, 直播的话可能呃, 娱乐性会更强一些, 并且能够看到我们两位分析师的脸嘛, 我们现场的一些互动, 那直播的话呢, 因为我们是直接对准我们的电脑屏幕, 所以相对而言啊, 这个技术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或者说知识性可能会更高一些吧, 所以呢, 我们在今天呢, 主要啊, 这个网课呢, 会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呢, 是首先是今天的一个市场的总体的一个回顾,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标题里面的, 呃, 目前啊, 黄金的再攀高峰, 那投资金矿股前呢, 不得不了解的那些矿企的资本运作手段, 那第三个内容呢, 就是金融模型告诉你, 目前持有的这个旅游地产贸易公司, 哪个可能会有破产的风险, 话不多说, 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话题, 那今天呢, 呃, 目前来说, 今天最大的一个新闻, 或者今天下午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呢, 就是澳洲这边, 呃, 的一个利率决议, 那因为今天是还是维持在0.25%嘛, 依旧不变, 但是呢, 今天这个澳联储的主席啊, 也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 那我这边呢, 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今天呢, 是这么说的, 他说, 呃, 他这, 他的statement就是这个讲话里面的, 最后一句话, 他说, 这个RBA啊, 我continues to consider how additional monetary easing could support jobs as the economy opens up further, 那上一次, 上一次的这个, 嗯, 同样是这样子的一个讲话里面呢,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 呃, 差不多的, 唯一的一个区别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讲话呢, 他说的是 additional money, monetary easing, 上一次讲的呢, 是further monetary measures,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啊, 其他东西都是不变的, 唯一就是刚刚说的这两个区别, 一个是easing, 一个是monetary measures, 那具体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一个这一次这一个月的这个利率值也明显能够感觉到比上一次要更鸽派一些, 为什么呢, 这次说的是财政宽松, 而上次的这个说的呢, 翻译成中文, 就是说财政政策, 也就是说根据目前的情况, 而且今天呢, 当然很多的这个几大银行的这个经济学家, 或者说分析师啊, 也对这个澳联储的主席的这一番的讲话, 尤其是跟上一次的对比之下, 也做了一个解读, 那其中呢, 我看了一下这个Westpac的首席分析师呢, 他叫那个Bill Evans, 他认为呢, RBA很有可能在下个月宣布降息, 而且呢, 这个利率很有可能会降到0.1%, 那同样的AMP的首席经济学家呢, Shane Oliver, 他呢, 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也认为啊, 这个RBA极有可能会在下个月宣布降息到0.1%, 所以呢, 这个是今天啊, 目前市场上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 或者说手里目前持有澳元, 或者澳币对美金, 或者说澳币对纽币这样子产品, 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除开今天这个新闻啊, 包括今天下午呢, 这个澳洲呢, 也是发布了这个财政的一个计划吧, 2020年到2021年的一个财政计划, 那其中呢, 主要是一个减税的一个政策, 那我大概看了一下, 这没有仔细去研究, 大概看了一下, 那很有可能这个减税的计划呢, 会分为几个阶段进行, 那至少呢, 目前马上要进行的这个计划是在今年的7月份, 也就是我们倒退回三个月, 今年的7月份开始, 那基本上可能是涉及到一些, 应该算是中产收入的一个阶级,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税收减免的一个政策, 那之后呢, 可能到stage 3就是这样子的一个tax cards之后, 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出来, 那我具体呢, 也还没有看, 但是呢, 相信这个方面啊, 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呢, 这个大盘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SX200, 我这边截的是ASX200, 目前大盘的一个走势的情况, 这边呢, 是一根线, 是以天线图的一个代表,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自从6月初开始啊, ASX200呢, 进入这个5800到6200的这个区间之后啊, 差不多这个4个月, 全部都是在这个区间内横盘震荡, 那其中呢, 值得比较关注的是上个星期五, 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新闻了, 这个特朗, 美国的主席呢, 美国的总统呢, 特朗普啊, 是感染了新冠,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 这是今天嘛, 就是昨天, 这个是上周五的一个行情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基本上是属于这个蜡烛图, 是一个呈现出了一个锤子的形状, 也是说啊, 那一天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跌, 但是最后收盘呢, 反而没有怎么跌,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到周一,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啊, 整体大盘有一个大幅的上涨, 今天呢, 是小幅上涨, 目前的报价是差不多在5970点左右, 所以啊, 我个人认为今天, 把这个出台的, 不管是财政刺激的一个政策, 还是说未来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调整, 都很有可能会, 就是让ASX200, 目前大盘的, 长期的四个月的一个横盘走势呢, 会走出的一个新的一个局势, 因为根据我们现在顾比均线可以看到, 目前呢, 这个红色的是短期均线组, 目前是在企图要从下往上穿过, 这个长期蓝色的长期均线组, 那如果说我们说, 能够比较稳定的站上这个长期均线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正在冲击这个维加斯通道, 差不多是在6000点左右嘛, 那如果能够站上6000点, 那我相信在目前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这个货币刺激政策的一个双重利好之下, 可以带ASX200, 就是走出目前的一个泥潭, 那这个呢, 是我认为今天的两大比较重磅的一个消息, 可能会对整体股市造成的一个影响, 那说到这个上周五啊, 特朗普这个在推特上说他自己和夫人呢, 得了这个确诊了新冠之后呢, 那相信我们的投资者也有比较多的一个关注啊, 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我记得是差不多下午4点左右的一个时期, 其实应该是3点多, 先是说特朗普的这个高级女助理确诊了, 差不多在4点左右的时候呢, 特朗普自己也发着这个推特, 所以说呢, 在当时的时候, 因为当时在澳洲是下午的时间, 还没有收盘嘛, 但是美国的话是半夜的一个时间, 那很多人呢, 没有反应过来, 当时呢, 我看到啊, 市场是, 首先是各国的股市股指都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跌, 那随后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那我们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啊, 就是尤其是我们那天下午, 因为我自己个人也比较忙嘛, 那天下午给很多我们这边的VIP客户, 或者说交易比较多的, 比较关注这个市场的客户打电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可能我当时没有打通电话的都有给大家, 可能听众朋友也有收到我的这个电话, 或者说微信嘛, 就有给大家去发这样子的一个微信, 然后正好真的还有挺多我们这边的客户, 真的还, 我没来得及看到这样的新闻, 收到我们的电话或者微信之后啊, 看到这样的新闻, 立马呢就去参与到这个市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A50呢, 因为上周来说, 我基本上跟大家电话里面沟通的主要是A50和ASX200, 那A50呢, 当时说的A50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五的一个价格呢, 它跟ASX200比较像, 也是有一个锤子形状的一个蜡烛图的图形, 那我们可以看到当天的最低也是, 因为受到这个特朗普住院啊, 这个感染的一个影响嘛, 最低也是跌到了一万五的一个价格, 所以呢, 当时在电话里面也提示啊, 这个中国的A50呢, 当时是跌到了比较关键的, 这个支撑位一万五的附近, 如果大家呢比较感兴趣, 或者说前期啊, 觉得价格比较高, 没有入场的话, 也可以关注, 那至少我觉得我这边的话, 应该也是给我们这边客户提供了足够多的一个提示, 因为经常会有客户会问说, 哎, 你们客户, 你们GoMarket普通客户跟VIP客户到底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服务上的区别, 那我相信其实这个就是区别, 只要我们能够看得到市场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变化, 或者说有一些交易机会, 那么我们就会去跟客户沟通, 那当时很多呢, 这个收到我们这个讯息, 那去看了一个当时的市场反应之后呢, 很多我们的客户也有所行动, 在差不多一万五千点的时候买入了A50, 那到今天收盘为止呢, 差不多是涨了360多美金这样子的一个市场走势, 那我个人呢也是对于这个情况, 这个交易提示是比较满意的, 那这个呢是今天, 因为今天A50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尽管开市啊, 但是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涨幅或者跌幅, 因为现在中国还处于这个国庆长假当中嘛, 所以说可能A50在近两天的走势来说, 都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区间内来做一个横盘调整, 那这个是讲完A50呢, 我们再来讲一讲今天的这个大盘股里面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大消息吧, 那很多呢我们这边平时有关注黄金或者说有做一些黄金股票的这个咱们的投资者都有发现说, 今天这个Northern Star也是澳洲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金矿股啊, 宣布呢跟SAR另外一个也是大盘股里面的金矿股宣布呢要合并了, 那说白了其实就是Northern Star宣布要收购SAR这家公司, 那这个公司啊这个合并之后呢将会形成规模价值160亿的这个全球十大金矿股的名字也叫Northern Star, 那每持有他目前的这个收购的这个详情是这样子, 每收购每持有一股的这个SAR的公司股票的股东呢将获得0.3763股Northern Star的股票, 并且呢而且会额外获得每股3.8分的特别股息, 那除开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很多人当时看到这个新闻觉得也挺惊讶的啊, 因为这两个公司其实说说实话都不算小公司, 因为如果说Northern Star他呃今天收购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金矿的小公司呢, 那很多可能投资者也并不觉得惊讶, 但是关键SAR他也是属于呃SX200里面的金矿股排排名前茅的这样子的一个呃中, 应该算是中型的一个金矿股吧, 那很多人会觉得比较惊讶, 那其实呢这个并不是两家公司的第一次合作, 因为早在差不多11个月之前, 也是差不多去年的这个时候呢, 两个公司呢是当时共同买下了这个西奥Cargolia的一个著名的矿坑, 所以呢这一次的合并啊其实总的来说也并不是特别的意外,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次的这个金矿股公司宣布合并当中呢, 呃他公司发布的一个公告, 那我觉得这一句话呢其实呃应该来说是总的概括了他们呃这一个合并来说, 他的一个目的吧,呃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Utilizing Northern Stars Underground and 这个这个名字我不太会念, 那我们就直接简单称为SAR吧, SAR的OpenPay Expertise, 那意思就是说呢其实Northern Star目前啊它比较擅长的就是地下金矿的一个开采, 但是呢SAR它比较擅长的是OpenPay, 就是我们是露天矿的一个开采, 那这个其实就是属于强强联合嘛,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矿不管是什么样的矿, 尤其是金矿啊它的开采成本是非常重要的, 呃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金矿的公司它的开采成本都不低, 可能很多都是在13001400甚至1600嗯这个盎司每盎司的开采成本都有, 那我们知道现在黄金尽管涨了, 但是也就是才现在到1900美金一盎司, 所以说开采的成本很重要, 那作为这个合并企业之后来说呢, 黄金的开采啊, 这个Northern Star至少它可以运用它就是比较擅长的地下矿的一个开采, 那SAR呢它可以运用它比较擅长的这个露天矿的开采来做一个强强的联合, 那开我们看到这个目前如果啊这两个公司合并了之后呢, 它们主要其实有三个矿区, 其中呢这个Cargolia Operations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呢是由Northern Star的Cargolia Operations和SAR的Carosha Dam的这个两个矿区来合成的, 那根据它目前的这个公告显示啊, 它是说合并之后呢, 该矿区呢在2021年的总产量有望可以达到100万盎司, 而到2027年的时候是有望可以达到110万盎司, 那合并之后呢另外一个主要的一个矿区就是也是同样位于西澳的这个是Yan道吧, 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会怎么念吧, 就是这个Y的这个产区, 它呢的这个产量啊有可能也有望从这个今年的41到45万盎司, 扩大到2027年达到60万盎司, 那另外呢就是第三个就是Northern Star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矿区, 有望呢将目标从目前的20万盎司提高到这个2027年的30万盎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公司呢强强联手之后啊, 也是比较有信心啊继续开发开采甚至说提高产量, 因为我们说挖矿嘛其实就是提高产能提高产量给公司带来直接的效应, 黄金金子卖出去就换回来就是白花花金灿灿的钱嘛, 对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终极的问题啊, 就是说这两个公司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都不小, 那为什么说哎我我要选择互相兼并收购, 而不是说我去买新的一个矿啊或者说矿山, 因为澳洲总的来说矿区或者说优质的矿山并不并不少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我截取出来的, 我在去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写的一个呃NCM就是New Crest的一个股评, 那其中呢我评价那个New Crest的去年的收购了加拿大的这个Red, 名字是叫Red Cross吗, Red什么啊Red Crest的这个矿区的这个原因呢, 我是这样子写的啊, 其实就是在中文报告里面写的, 就在国际经济低迷资产价格全面下跌的情况下, 国际矿业巨头开启了兼并并购的矿潮, 因为呢矿企盈利向好的情况下, 如果通过加大勘探费用来寻找新的矿卖, 不仅时间非常漫长, 而且还有可能会浪费大量的资金, 毕竟勘探是一件非常高风险的事情, 一旦一无所获,资金就会打水漂, 所以呢不如把手头的资金拿来直接收购其他的矿企, 这样呢一来其他的矿企, 目前已经贪明的储量可以算在自己名下, 减少了勘探风险提高自身的资产, 那同样收购的方式也很重要, 那这边我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其实这个呢, 当时的这个股评的评价, 那个NewCrest, 其实现在也可以很好的用来解释, 为什么Northern Star要选择跟SAR来进行收购, 或者说合并这个公司的一个原因啊, 其实说白了, 并不是说是互相看对眼了, 那因为今天这两个公司的CEO也指示了嘛, 就是我们俩合并并不是说啊, 我们真的互相看对眼了, 情投意合非要在一起, 而是说因为这个距离产生的, 这个资本家眼中的效益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说他们俩距离能够产生资本家眼中的一个效应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哦对, 刚刚还漏说了一点, 刚刚也在分析里面也说嘛, 就是收购的方式也很重要, 可能很多都是, 我们平常可以看到, 比如说某一个大公司要收购一个相对于小公司, 可能要什么现金的收购, 或者说一半现金一半股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收购方式, 那如果是现金比较多的情况下的话, 可能会公司对公司自有的一个现金流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现在呢, Northern Star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去分析到了嘛, 就是股权置换嘛, 那说白了, 其实Northern Star和SAR没有, 就互相之间没有花, Northern Star没有花任何一分钱, 而去收购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其实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那刚刚回到说这个为什么能够产生啊, 这个CEO眼中, 或者说资本家眼中的一个效益吧, 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呢, 也同样都是在今天的公告里面发出来的, 其中值得比较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是, 可能数字比较小啊, 其实都是我在他们的公告里面截出来的, 那如果说大家看不清楚的话, 也可以明天呢, 跟我们的小助手去要, 那我这边呢, 就跟大家去大概念一下, 那其中我觉得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也是我刚刚去说的啊, 在黄金金矿开采里面, 这个成本非常重要, 那用英语的这个简称就是AISC, 这个是开采成本,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Cargolia, 刚刚说的这个Cargolia的这个矿区里面呢, 在合并之前, 它分别是这个KCGM, 就是刚刚说的, 在一年前这两个公司合资共同购买的这个矿区呢, 它目前的一个开采成本是在1470到1570澳币每盎司, 那另外呢, 这个除开这个KCGM的这个矿区呢, 它目前的开采成本是在1650到1750每盎司, 其实这个来说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目前呢, 这个, 嗯, SAR, 它持有这个Cargolia Dam的这个呢, 矿区, 它相对的开采成本是比较低, 是在1300到1400澳币每盎司, 那很多人说, 哎, 为什么, 呃, Northern Star这么大, 对吧, 它为什么的这个开采的成本还比, 呃, 这个SAR还要高呢, 那我刚刚开始有跟大家解释到, Northern Star呢, 目前主要是做地下矿开采, 呃, 地下矿开采, 那这个SAR呢, 目前做的是露天矿开采, 那露天矿开采, 摆明了它不需要挖, 不需要大型的机器设备来进场, 那所以它的成本呢会低很多, 但是呢, 一旦露天矿挖完了之后啊, 因为地下还是有很多的矿麦啊, 金矿, 那你还得要打探, 摊冻对吧, 那很有可能SAR在后期的这个地下矿的开采经验呢, 就远远不如, 呃, 我们说的Northern Star, 那到时候也有可能它的这个金矿开采的成本就会大大的提高, 甚至会比目前Northern Star还要高,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它这个Kagolia, 呃, 的目前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的情况, 那到合并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总的Kagolia Operations呢, 有望啊, 将这个呃, 开采成本固定在差不多1475到1575每盎司这样子的一个开采成本, 呃, 控制在这个开采成本之下,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前啊, 如果两个企业合并的话, 总的来说对两个企业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Yandle, 就大家就原谅我这么念吧,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反正这个Yandle它目前的这个开采的这个成本呢, 其中这个地方呢, 是在1200到1275, 另外一个, 我要挡住了,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对, 这个呢, 是在1200到1275澳币每盎司, 那另外呢, 是在1000到1100, 呃, 盎司的这, 每盎司的这样的开采成本, 那合并之后呢, 是在1130到1220的这样子的一个开采成本,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两个公司呢, 其实合并之后啊, 对于公司控制开采成本, 获得更加更加多的直接收益, 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说一下, 他们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来创造更多的价值呢, 这边呢, 也是可以看一下他们公司呢, 目前发布的一个公告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部分呢, 是目前, 目前Northern Star, 他有的这个矿区的一个矿卖, 那另外呢, 这个绿色的部分呢, 就是刚刚说的这两家公司啊, 合资的共同持有的一个矿区, 是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黄色的部分呢, 是这个SAR的这个持有的部分, 那其中呢, 这个每一个区域啊, 是代表半径100公里, 那红色的这个三角形的merged core mill, 就是说, 因为你这个金黄金, 说白了挖出来, 你还得要提炼嘛, 所以说他会有一个呃, 悬场, 就是我们说的提炼的一个机器设备所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之后呢, 会有这四个呃, 提炼的一个机器设备所在的这样一个地方呢, 都是仅仅的包含了, 不管是Northern Star, 还是SAR100公里以内, 也就是说至少在矿区开采出来的这个矿啊, 在运输的一个成本上面, 是大大的降低了这两个公司, 不管是未来Northern Star开采出来的一号, 还是SAR开采出来的一号, 他都能够大大降低这两个公司呢, 未来在这个矿矿, 比如说矿石挖出来之后, 他未来要提炼的这样子的一个距离的一个成本,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提炼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我们说capacity应该叫做提炼的产量吧, 其实也非常有限, 那这这些呢相邻的比较近的这个矿区这个悬场呢, 其实也可以互相照顾到, 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繁忙啊, 或者是相对产量比较多的一个矿区, 那这个呢是这两个公司其实主要的一个和就是我们说的合并之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吧, 那说白了, 其实企业之间互相兼并收购呢, 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弱肉强食嘛, 好的公司总能够有机会去获得更多的资产和收益, 那nonstar这一次收购了SAR之后呢, 他会有可能成为仅次于Newcrest的这个矿企老大排名澳洲第二的这一个金矿公司, 并且呢他也有望冲击到全球十大金矿公司之一, 那所以啊总的来说应该是一个不错, 尤其对于投资者来说关注于投资金矿股啊, 或者说目前持有Novenstar, SAR这两个公司来说是不错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收购案, 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刚刚也跟大家有去分析到嘛, 为什么说矿这个金矿公司他要怎么去运作, 怎么去发展, 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开采或者说勘探, 勘明一个新的矿卖或者山卖, 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经济效益的一个问题, 与其比如说砸个一千万甚至说更多的钱, 去探明那些地下有可能不存在, 或者说挖不出来的金字, 那不如说做一些市场的运作, 把自己的Book Value或者说就是整体的市值给提升了, 其实这个才是对于投资者或者说股东是最好的交代, 那说完了今天的另外的这个可能比较重大的一个消息吧, 那想来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经济复苏之后, 哪一些或者说马上经济要复苏, 因为维州可能啊, 当然今天可能会有变数, 因为今天的整体的疫情数量呢又反弹了, 回到了两位数, 并且因为Cheston的这个Butcher就是肉铺嘛, 那现在可能一些这个偏远地区都可能受到影响, 可能会有变数啊, 但是总的来说会比7月份那会儿要好很多嘛, 所以说可能很多投资者都会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复苏的板块或者说到圣诞节可能啊, 很多的这个旅游或者说国内旅游都慢慢重新回来了之后, 比如说我买的webjet啊, quantus啊, 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会不会继续涨, 或者说我现在是不是一些抄底的一个好机会, 那我主要呢, 最近可能说到一个问题, 就第一个我买的旅游板块会不会涨, 就是刚刚说的可能像是webjet, quantus是, 尤其我最近接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 是疫情冲击后的商业地产板块还能不能考虑来入场, 因为疫情,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Cheston是属于Vicinity嘛, 另外一个澳洲第一大的商业地产是Centry Group嘛, 目前的价格, 股票的价格都是非常低的, 那很多人也会说, 哎, 我能不能买, 那第三个是贸易板块公司现在可以抄底嘛, 因为不管可能大家也就比较关注, 比如像Black Moth也好, TWE就奔赴的某公司也好, 还是就是华人心中的这个奶, 就是大奶吧, A2也好, 目前的价格呢, 也是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价格, 那很多人会担心说, 或者说, 呃, 比较关注说, 哎, 我现在可不可以去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看到这个呢,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小漫画,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这个是, 呃, 当然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这边是我们自己嘛, 就小散户, 那另外呢, 是目前所有小散户需要面临的不任何, 所有不确定的因素, 比如说像是疫情的反复, 因为尽管现在澳洲可能控制的比较好,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欧洲啊, 现在又重新面临了第二次的疫情反复, 尤其是英国吧, 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 我看的数据是24小时, 新增2万多, 那另外呢, 是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 呃, 那我今天看到的是说, 呃, 很有可能会面临一些障碍吧, 呃, 因为目前的这个美国提出来的第二轮的经济刺激的计划呢, 是由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提出的, 那现在需要面对的是参议, 就是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的一个同意, 所以可能现在可能会, 或者说之后可能会有一部分的障碍存在, 那我们又看到说, 美国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能不能落地, 或者说对股市会不会有另一个提升的一个政策, 那另外呢, 就是跟刚刚一开始啊, 就跟大家去提到的这个澳洲财政的政策, 目前呢, 是实行大幅的一个降税, 或者减税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那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还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疫苗的一个问题了, 到底什么时候出是不是有效的, 并且什么时候能够广泛的运用, 那说白了, 这些都是悬在我们这些小散户, 就是头顶上, 或者说架在博士上的刀吧, 那很多人会问说, Coco或者说经常会问我们说, 哎, 现在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能够入场, 尤其是对于有些投资者, 错过了当时三月底, 真的是非常低的一个入场的价格, 那现在很多人就会后悔啊, 或者说看现在还有没有一个新的机会, 尤其是面临着目前不管是澳洲也好, 美国也好, 都是大幅放水降息的一个情况下, 当然现在其实说实话, 很难有人说, 哎, 拍着胸脯告诉你说, 现在肯定是一个好机会, 你赶紧去买吧,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长远一点, 比如说我放个两年, 或者说三年之后, 甚至说我再把目光放远到三年, 甚至五年之后, 如果那个时候疫情彻底解决, 而且经济恢复之后啊, 那相比那个时候, 我们再回来看现在, 绝对是一个好时机, 就像我们现在回顾看到今年的三月份那个时候, 我们发现三月份那个时候绝对是一个好时机, 不过呢, 那我可以肯定的是啊, 就是说如果我们等到目前所有的这些问题, 就是跟大家列举到的这个不管是疫情也好, 还是疫苗也好, 还是说各种财政刺激计划也好,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之后呢, 我们再考虑去进场, 或者说再考虑去布局啊, 买某一些股票的话, 那肯定就会像你今年, 就像你错过今年三月份一样, 就彻底错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入场的机会了, 但是呢, 我们当然还是要清楚的是啊, 哪些公司的板块是值得我们购买的, 或者说哪些呢, 我还是需要谨慎的去观望一下, 那我这两天呢, 也花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啊, 去研究了一个金融数据的一个模型, 这个呢, 叫做Alson Model, 就是中文叫奥尔森模型, 那说实话, 这个模型呢, 我也比较困扰, 因为我几乎翻阅了所有的中文网站, 几乎啊, 或者说很少很少, 有关于这个奥尔森模型的具体介绍, 所以呢, 我也是看了挺多的这个英文网站啊, 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介绍, 我看到呢, 这个关于这个奥尔森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 是由James Olson, 于1980年, 在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发布的, 他这个这个模型呢, 是用于预测公司是否有可能啊,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破产, 那这个奥尔森呢, 在后期呢, 在, 呃, 是有在当时的这个已有的树立模型上, 又继续开发出来的剩余收益股价模型呢, 这个股价模型啊, 是被, 就是目前中文网站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文献的参阅吧, 但是今天这个不是重点嘛,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会重点讲一讲, 由他自己独立来来开发, 或者说发明的这样子的一个奥尔森模型, 那我我这边也写了, 他他其实说白了, 就是说用来预测公司的违约概率, 就default probability, 那我们知道啊, 就是或者我们来想嘛, 平时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如果今天有个公司破产了, 他并不会是因为说简单的信用危机, 或者说行业的恶意竞争, 又或者是政府的制裁, 他不会说这三个原因, 不会说是公司直接破产的原因, 而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词, 叫做低资不抵债, 只有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下, 他才有可能会陷入破产, 那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信用危机也好, 那个行业恶意竞争也好, 或者是这个政府制裁也好, 这些所说的只有可能是诱因, 正是因为这些诱因导致了公司陷入了债务危机, 从而产生违约, 进而会有一个破产的这样子的结果呈现, 所以呢, 我们需要去看的是公司他有没有可能会违约, 或者说啊, 衡量公司会不会破产啊, 就跟,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跟银行去贷款, 买房子贷款, 那跟银行经理去衡量你啊, 要去衡量你的目前的财务状况, 还款能力一样, 要不要贷款给你一样, 其实说白了, 不管是奥尔森模型, 他衡量公司的违约概率, 还是银行衡量要不要贷款给你, 本质呢, 其实说白了都是分析啊, 这个公司或者说个人的还款能力, 那根据这个历史的这个数据表明啊, 这个其实呢, 这个模型的准确率是高达了90%, 那我们看到如果这个违约的概率越高的话, 证明呢, 这个公司的还款能力越差, 那这边呢, 我把这个公式呢, 也是展现出来给大家, 也跟大家去简单分析一下,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大致一看的时候还是挺复杂的, 有被吓到, 但是呢, 简单分析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就是有基础的数学概念的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能理解, 那首先呢, 这个数据分析的模型的这个数据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函数, 那其中呢, 我们看到这个就很简单嘛, 其实所有这个数据里面需要的数字, 大家都可以在公司里面公开的财务报表里面去看到, 并且填上除开这个GNP, GNP它其实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它全称叫做Gross National Production Index,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呢, 我到时候已经待会儿在这个下面的这个对一些个股的呈现当中已经查出来了, 那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去找了, 所以其他的一些数字呢, 其实大家所有都是可以在公司公开的财务报表里面可以看到, 那这个TA呢, 就是Total Asset, 这个呢, 是在所有的财务报表都能看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TA, 当时的这个TA Total Asset除以GNP的一个log, 然后呢, 这个TL是Total Loss, TA也是我刚刚说的Total Asset, WC呢, 就是Working Capital, TA是这个Total Asset, 然后这个X呢, 是这样子, 这个X啊, 是指如果是Total Liability, 超过了Total Asset, 则这个数字X则为1, 那反之呢, 就是0,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NI是指Net Income, 这个就不说了, FFOO是说Funds from Operating, 这个是Total Liability, 这个Y呢, 是什么意思, Y就是说如果过去啊, 这个公司的两年财务报表呈现出来都是亏损的话, 这个Y呢, 就是1, 那反之呢, 就是0, 那这边呢, 就不用跟大家再说了这个NI就是那个Net Income嘛, 那最后呢, 他会得出来这个数字T, 对吧, 那我们最后呢, 就把它放在这边, 这个对数函数的这个里面, 那对数函数的这个T除以这个1加这个对数函数, 我们可以得到呢, 公司违约的这样子的一个概率, 那我们就来衡量一下, 刚刚不是说吗, 根据历史的证明啊, 这个数据的模型呢, 是达到了1%, 90%, 也就是说啊, 这个如果他的这个数字, 违约概率越高呢, 这个公司啊, 在未来的一个短期情况下, 可能破产的风险会越大, 那我们就用这个实际情况来验证一下啊, 今年疫情之下呢, 这个大家平时了解比较多的一个破产, 或者说听到比较多的一个破产的公司啊, 维珍航空可能大家也都比较了解, 比较熟悉了啊, 那我们就用这个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Awesome, 这个Model来试一下, 根据目前的维珍能够拿得到, 因为他今年4月份已经破产了嘛,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说拿到这个最新的一个半年报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现在能够拿到的呢, 我这边都是拿到了4个, 是一个呢是2019年呃第二这个下半年, 也就是说截止到去年的年底, 另外一个是2019年的上半年, 2019的2018的下半年时候, 2018的上半年, 这个可能到后面的时候, 要放不下哦, 就这边跟大家看一下, 这么来跟大家看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2019年啊, 年底的时候啊, 其实呃, 维珍航空的这个违约概率呢, 就已经高达了98%, 那到2019年, 也就是说再倒退半年的情况下,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疫情的影响, 在2019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没有任何疫情影响, 也没有其他外力的, 比如说呃, 这个航, 我们说的这个旅游禁止令啊, 这样子影响, 当时呢, 这个为根据目前的这个模型算出来, 当时维珍航空的违约率, 就已经高达98%, 再到2018年也是93%和97%, 所以呢, 这个情况下, 其实也毫不意外, 因为为什么, 我们说啊, 其实整体澳洲的旅游真正开始受影响, 就是差不多在2月份的时候, 因为2月份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当时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 呃, 大部分的一个城市都是封城lockdown的一个情况, 那到传递到澳洲呢, 其实是3月份的时候开始, 澳洲的各大城市才开始陆续封城的, 那到今年的4月份, 维珍就已经宣布破产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说, 这个, 其实这个问题是早已经显现出来了, 只是说呢, 这一次的疫情冲击下, 使维珍航空更快的面临到了这个问题, 致使他这么快, 就短短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立马就宣布破产的一个原因, 那说完这个维珍航空啊, 很多人就会比较这个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的quantus, 因为我相信很多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 应该也有持有quantus吧, 应该挺多这个, 咱们之前可能说抄底的时候, 有去买这个quantus的这个公司,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同样是航空板块的quantus公司,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我算说实话, 我算出来并不意外啊,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quantus的一个情况呢, 它的违约率也是居高不下, 根据今年6月份的一个半年的财报数据显示呢, 违约率是高达98%, 那即使是去年年底在疫情完全, 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影响的情况下, 也是高达91%, 那在这之前呢, 是在96%和96.86%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很多人说, 那你口口他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 quantus就是要面临破产了, 那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跟你问我说, 目前中国的南行, 因为其实说实话, 如果大家有去关注中国的一些航空业, 不管是南行东行, 还是国航的情况下都会发现, 他们其实整体带入的这个模型啊, 都会发现他们的违约率非常高, 但是为什么没有破产呢, 当然具体原因就不需要我说了, 有一个巨大的手, 或者说有巨大的一个力量吧, 这也是导致了为什么中国的南行东行, 或者说国行跟中国的海行, 有同跟不同命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同样quantus也有可能会跟中国的这个南行东行国行一样, 可能尽管有比较高的一个违约率, 但是呢毕竟他跟维珍不一样嘛, 那维珍当时出事的时候政府就没有救助嘛, 那quantus的话毕竟我们看他这个logo上面画了一个袋数对吧, 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个同跟不同命的一个情况, 说白了数学模型代表的只是一个概率, 那真正的你如果有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手在拖着这个公司的话, 那其实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会是比较难以发生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那另外一个公司呢也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 就是这个线上的旅游这个网站吧, 旅游订票网站webjet, 那根据那个awson模型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整体的情况肯定是比quantus要好, 但是呢也不算是非常优良的一个情况嘛, 因为我们毕竟看到根据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数据, 他的违约概率是达到64.53%, 那其实呢较去年的年底, 也就是说根据2019年的下半年来说, 他的违约概率是有所改善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其实是有所改善的, 那证明了公司也是在努力的调整或者说努力的提高他的还款能力, 那他现在的股价呢也始终差不多是在就是在三月份跌到股底之后, 在三月底四月初触底反弹有到曾经到快到五块钱之后啊, 那最近呢都是差不多在四块钱上下排坏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呢他整体来说表现啊是比或者说还款能力来说, 或者说违约风险吧, 他其实是比Quantus要低一些的, 但是当然别忘了Quantus人家是有这个这个logo代数加持的, 但你webjet不是吗, 所以说一旦如果遇到一些极端性的一个风险的话, 那Quantus有人救, webjet的话那我们说也不一定有人救, 对吧, 那只是说根据目前的Authan的这个模型来说, 他的确实的这个还款能力违约这个概率来说, 是比Quantus要来的好的多的, 那另外一个公司呢, 其实是我们这边啊同样是属于旅游公司, 但是咱们大家或者说平时我们关注的比较少的一个公司, 叫做Corefer Travel Management, 他的这个代码呢是CTD, 我们呢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他也是ASX大盘股200里面的其中一只股票, 他呢目前根据Authan的这个模型来说, 他的违约概率就比, 不管是webjet也好还是Quantus也好, 要好的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他根据今年这个年中, 去年包括18年来说, 他整体的违约概率都控制的比较好, 在20%多23%25%左右, 那因为去年年底是到28%嘛, 他今年根据今年的来说, 他整体又是控制回到了23.35%, 那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那同样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呢, 其实是反映在到股价上面的, 因为刚刚有跟大家去看嘛, 就是说这个webjet, 他是从今年差不多最高的时候是在十几块, 这是11块钱吧, 对, 差不多在11块钱的时候开始跌下来, 跌到了呢当时最低的只有2块多, 现在呢回到了差不多4块钱的一个价格, 但是距离之前的新高啊, 还是之前的这个高位11块, 还是差了很远的一个距离, 但是刚刚说的这个CTD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这个回升速度是不是明显要比同样, 属于旅游行业的这个webjet要好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他今年呢, 差不多最高的时候是在21块钱左右, 到跌到年内最低的时候是在, 这个应该算是4块多一点点吧, 对4块多一点点, 那跟经过一系列努力的攀升之后啊, 股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回到了17块钱了, 非常接近之前的这个21块钱的一个高位了, 所以说整体我们说这个还款能力啊, 或者说公司的这个表现上面呢, 也是体现在的这个股价上面, 这个呢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想要说抄底一些旅游相关的板块的话, 像CTD啊,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watch list里面, 对吧, 不是说我只有webjet或者说只有quantus可以选择, 那像是这种可能被大家平时忽略了, 但是反而股价表现不错, 而且呢还款能力, 或者说我们说这个纹约概率比较小的这个公司呢, 也同样值得大家去关注。 那另外一个呢也是解答第二个问题啊, 很多大家会朋友们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商业地产, 那我这边呢是这个截取了商业地产 vicinity, 他这个awson的这个模型,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这个awson模型是不是测试出来比较奇怪啊, 很多人说, 哎,coco你这个是不是数字错了, 怎么会差这么多, 之前我们看19年平时比较健康的时候, 商业这个购物中心这么多人肉量的时候, 他的违约概率都是99%点几, 现在怎么反而降到25.8%, 那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我没有算错, 这个我当时虽然刚算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的诧异, 但是我仔细对比了一下所有的数据, 还有包括当时我输入Excel里面的所有的这个, 呃, 这个公式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我仔细看了一下, vacinity他这一段时间, 或者是近几年的一个操作吧, 我们可以发现啊, 上市公司呢, 他另外一个还款能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 我们awson模型, 他就是测试一个公司的还款能力, 为什么awson模型在vacinity这个公司下面, 在之前没有疫情冲击下, 反而他的还款能力这么差的情况, 在现在疫情冲击这么强烈的一个情况下, 反而还款能力提高了呢, 或者说回约概率降低了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vacinity如果有新的朋友啊, 或者说有关注这家公司的朋友, 应该会发现vacinity他之前的这家公司啊, 也是有一波骚操作, 为什么说他是骚操作呢, 在去年的时候吧, vacinity他这个公司呢, 是进行了有大, 用公司啊, 用大量的现金来回购公司自由的股价, 来维持, 来回购公司的股票, 来维持公司的这一个股价, 因为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 vacinity他基本上隔一段时间, 他会就有一个dailybuyback, 就是公司回购, 也就是说他的现金啊, 或者说他的现金收益, 或者说公司的目前的一个收益, 他并没有用来偿还他的liability, 而是用来回购市场上的股票, 来让这个高管赚的盆满钵满, 让股东开心, 并不是说他有体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还款能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疫情之下, 他反而还款能力提高了, 为什么, 那我们可以去, 如果去大家去翻看他的这个announcement公告的话, 发现他近期啊, 尤其是近半年, 他的公司的还款的公告, 明显频率比去年要低很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公司他在面临目前的一个情况下, 他的还款能力反而提高的原因, 所以很多时候啊, 其实说呃, 这个公司并不是说没钱还钱, 而是说他的钱啊, 是拿来做了资本运作了, 那就跟刚刚跟大家有去解释的, 矿企的一个资本运作是一样的道理, 那Vicinity呢, 他目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图, 这个呢, 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也是我自己现在一直有在关注的一个公司, 那有听我们上一周周三, 我跟Joy的直播的时候呢, 呃, 应该也有听到, 我当时呢, 表达了我自己对于AR的, 或者A2牛奶这一个观点, 那很多人是比较关心, 现在中澳之间的这个政治关系, 或者说贸易往来吧, 那当然, 你投资所有的跟消费型的股票, 或者说跟中国有一些些, 哪怕一丁点关系的这个公司, 都不需要, 或者说绕不开的这个中澳关系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我现在对于AR牛奶, 呃, 躊躇不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如果纯抛开这个因素, 或者说如果我们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啊, 认为这个天下嘛, 分久必合, 喝久必分, 你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 就跟夫妻俩一样, 这个床头吵架, 床尾和, 对吧, 那有可能比如说经历了一段时间不好的情况, 很有可能也突然有一天发现, 对方的好处突然又和好了, 当然这个情况呢, 也并不排除嘛, 那如果说我现在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 比较乐观的状态的话, 那我对于AR牛奶, 我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顾虑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AR牛奶呢, 是我们看到目前Alson模型啊, 测试出来最健康, 或者说最好的一个公司, 他几乎啊, 没有任何的, 就是违约的风险的, 这违约的风险,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潮年维持在1%左右, 甚至说1%以下的, 为什么AR就是一个现金大牛, 他手上持有大量的现金, 他也及时还款, 他不跟刚刚我们说的Vaccinity一样, 潮年, 他为了维持自己高股的, 这个稳定的股价, 或者说让高管有比较好的一个收入, 给股东一个交代, 他没有, 他也有正常的一些还款, 而且我们说吧, 他其实就是一个买卖, 买卖货物嘛, 没有太多的一个债务的一个公司,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整体Alson模型测试出来, AR牛奶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财务状况, 但是呢, 根据他的股价, 我们看到啊, 尤其是因为前上个星期吧, 上个星期的这个公司的公告, 因为现在这个维州分成嘛, 所有这个学生啊, 旅客都游客都进不来, 所以呢, 公司的代购渠道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导致了公司股价直接是断崖式下跌, 从上个星期17块多, 一下子跌到了差不多14块钱, 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处于年内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了, 哪怕今年三月底的那一轮暴跌, 都没有像是现在这么低的一个价格, 那曾经七八月份当时最高的时候还冲到过20块钱, 对吧, 现在14块钱, 那我个人会非常说想要说, 哎, 把手, 就守住, 或者说把握这个机会吧, 我是近期, 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近期呢, 会去关注这个公司, 很有可能会有所行动啊, 那我今天晚上就这么说, 今天10月6号的晚上, 我说我有可能会在近期来买入A2牛奶, 那注意一下, 是只代表我自己的投资观那个理念啊, 不是给大家的一个, 呃, 我们说的这个投资建议吧,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 对风险的把控来酌情处理, 当然我也说明啊, 因为政治, 这个中澳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尤其需要关注的, 所以呢, 目前A2牛奶呢, 我会小量的资金先买入试试, 因为毕竟说白了14块钱嘛, 但根据当时, 今年最高的时候20块钱, 下跌了将近30%, 下跌30%的一个机会, 可能是很多现金大牛的公司, 或者说比较优质的公司, 很少有的机会, 所以我会考虑在近期14块钱左右去建仓A2牛奶, 那这个呢, 是我对A2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 想要做的一个这样子的操作吧, 原因也很简单, 上周三也说了嘛, 如果很多没有听到的这个朋友们的话, 我也不介意再分析一遍他这个公司, 因为A2牛奶它是属于一个, 上下游都有绝对性的一个定价权和溢价权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溢价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上游啊, 因为我们知道澳洲很多的奶农, 或者是新西兰的很多奶农, 他是没有任何的地位的, 尤其是在这个产业链的情况下, 就是基本上是A2, 我说是多少钱, 问你收一身牛奶, 那你就只能接受多少钱, 所以呢, A2牛奶来说, 他对于上游的成本的把控, 或者说原材料的把控, 他是有绝对的权利的, 那对于下游的客户来说, 因为他很多现在的主要的产品, 还是集中在于, NUR的奶粉嘛, 当然鲜奶不说, 鲜奶可能他有很多其他的竞争者, 但是A2牛奶的奶粉, NUR奶粉来说, 因为他建立了这么一些年来, 他一直建立了比较高端的一个branding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的A奶粉里面, 含有的A2, 没有A1这样子的一个元素, 所以呢, 不管是中国的消费者也好, 还是澳洲本地新西兰的一个消费者来说, 对于A2牛奶的定位来说, 都算是比较高端的, 所以说呢, 他对于这个产品来说, 他是也是有绝对的一个定价权的, 那我们比较需要去关心的, 就是说目前的一个政治环境下面, 或者说疫情环境下面, 这个A2牛奶, 他能够保持他的高端形象, 能够维持多久的一个因素, 因为比如说现在, 很多中国的爸爸妈妈们, 会觉得说那你A2代购的渠道没有了, 那可能天猫第一可能相对比较贵, 第二可能总会觉得说, 是不是品质没有保障或者怎么样, 可能会去转而去转向其他的欧美品牌, 所以说这个A2呢, 是目前急需需要解决, 也是目前我也看到, 目前他的CEO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他可能会之后在, 其他打通一个其他的渠道, 进而慢慢弥补代沟渠道的一个缺失,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时间不多了, 快9点, 我们就赶快快速的进行了, 这个另外我刚刚做了一个, Alson模型的测试的这个公司呢, 就是TWE, 那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那整体的情况来说还好, 肯定远比刚刚刚说的Quantus, 这个要好很多, 他目前的这个违约概率呢, 就是差不多在20%左右, 在疫情之下呢, 就在2020年的上半年呢, 是增加到26%,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现在的股价呢, 也是差不多在9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从这个中国发布消息啊, 要对澳洲的红酒进行反倾销调查之后呢, 当时是在差不多是3块钱跌下来, 然后一直就在9块钱上下的一个价格徘徊, 那因为我自己对TWE的这个公司研究不多嘛, 所以我这边就不多做这个介绍了啊, 那如果近期有想要说考虑TWE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数据作为自己要不要去投资的一个考量的因素之一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差不多是这样, 这个呢是我们往期的一个直播的一个介绍, 最对了, 最后呢还是想跟大家去说一说啊, 因为三个星期之前嘛, 就是上一次我跟大家做的一个网课的时候呢, 很多咱们的, 我给咱们呢也是展现了投行啊, 卖考虑当时呢给很多的投资者列举出来的, 疫情之后值得去考虑的十大首选股, 那我在今天做PPT的时候啊, 也回顾了一下上个星期呢, 上一次的网课里面给大家截的这张图啊, 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除开, 除开是Austro吧, 应该是Austro对, 除开Austro有几分钱的一个下跌, 像是Wally, APX, Blue Scope这几这些公司, 叫当时呢推荐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当时的这个截图的时候, 9块4毛8这些的价格呢, 都是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也可以截个图, 搜索一下目前的价格, 所以呢至少来说卖考虑这张表呢, 我觉得还是蛮有一个参考价值吧, 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代表谁的意见, 或者说代表我的意见, 代表GoMarket的意见, 而是呢我们投资者呢可以把这10大公司呢当做一个风向标, 如果说呢你正好啊想考虑投资, 比如说不管是Wally, 因为它是属于呃这个应该算是Engineering Consulting吧,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还是说Blue Scope啊, 或者说那个FMG啊RAMC啊这些公司, 正好说想要投考虑投资这个行业的公司的话, 不如说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表上的一些公司来做一下参考, 对, 嗯, OK,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边就是差不多了, 那我们GoMarket的特色呢就是我们跟其他券商的一个区别啊, 其实我们就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中文团队, 我们现在呢有差不多10多位讲中文的同事, 而且我们的投资报告呢也是中文的每天分析, 就是每个月的一个更新,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去这个分享的, 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写的关于NewCrest的这样子的一个股评, 那这个是我们这边客户可以享受到的一个服务, 那去年呢我们GoMarket也是获得了, 非常荣幸的获得了澳洲排名第一的客户服务的这样子一个券商, 那现在呢我们的服务收费是澳洲的股票是最低, 这个应该是属于这个目前澳洲市场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了, 最低呢是7澳币企或者是万分之八, 呃美国呢是10美元或者是每每股两美分, 那像是外汇黄金交黄金啊股指这些交易的话就更低了, 那具体的呢也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户经理, 或者说咨询我们的小助手, 呃然后我这边的这个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吧, 因为已经9点多了嘛, 然后我们就尽快的一个进行我们的问答环节, 嗯 嗯 OK然后我看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这个也是我今天客户有问的NN啊, NN呢这个因为我记得应该是, 上一个上两个上上上一次这个公司啊, 发布财报之后呢, 就一直处于阴跌的一个状态, 呃因为不了解大家目前的持仓情况嘛, 所以说我仅以我自己目前的一个持仓情况来做一个分享吧,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NAN的一个情况, NAN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一个天线图来说啊, 都是一个承压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直属于这个逐步下跌的一个状态, 并且呢我目前从技术图形上面来看, 也很难看到他有短线拉升的一个迹象, 那我们如果看到他今年的一个状态来说啊, 他今年年内呢当时最低在疫情的时候呢, 最低是跌到了将近就是四块钱左右吧, 四块钱不到四块钱左右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呢是在五块四毛六的一个价格, 那最近一直都是在缓慢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嘛, 那但是呢我现在为止还没有考虑说要去补仓, 第一呢因为目前的价格离我的成本价也比较近, 第二呢因为刚刚也说了嘛, 他的技术图形上面我还没有看到说有任何反弹的迹象, 第三呢考虑到资金的使用率来说, 因为之前有跟大家去分享过嘛, 像NAN啊或者这个从事的这个非必要性的医疗器械行业在疫情冲击之下的话, 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那现在因为那个欧洲又有二次疫情的一个反弹, 所以呢总的来说可能NAN啊在今年的下半年的整体财报表现呢也并不会是特别好, 当然总结来说我还是我的那句话公司仍然是好公司, 只是说呢持有如果我们说在这个最近的一个价格去买入, 只是说呢可能持有的时间长短的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这个问题, OK, 悉尼机场的违约率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刚好像有跟大家去讲悉尼机场的违约率, 对, 悉尼机场的违约率总的来说啊, 就是还是当然不能算是特别低, 因为刚刚也看到了嘛, 哎真正的特别低的是应该是像是A2牛奶这种常年在百分之零点几乎说不到一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 那悉尼机场的违约率来说呢总的, 哎去哪了, 悉尼机场的违约率来说呢, 他不是说特别的低啊, 哎刚刚那个去哪了, 我可能刚刚不小心摁到哪了, 悉尼机场那个违约率去哪了, 对, 反正刚刚我们看到嘛, 百分之二十几的一个违约率, 所以不算是特别低, 黄金白银,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黄金白银的一个价格啊, 黄金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整体的一个价格呢是四小, 这个是四小时图形啊, 四小时图形来说啊, 是现在到了下降通道的一个顶端, 也就是在差不多1910差不多上下, 因为这两天, 我记得我昨天吧发布发了一个在1900左右左右的一个位置, 是看涨黄金到1910的一个价格, 那从昨天上涨到了1910到今天呢, 差不多是在价格, 这个价格区间徘徊, 那但是从如果从稍微短期一点, 一小时30分钟的一个价格区间来看呢, 目前是属于一个缓慢的上升通道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30分钟也好, 15分钟也好,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天线来说呢,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价格,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缓慢的下升通道的一个终端吧, 所以说并不是说在从天线角度来说, 并不能说是它是完全回到了上涨通道里面, 但是如果从现在的一小时30分钟15分钟来说, 整体的价格呢是缓慢向上的一个趋势, 那另外一个是如果我们说考虑黄金或者说白银,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美元了, 那今天早上呢我也看了一下美元的一个趋势走势图啊, 美元的趋势走势图呢是30分钟15分钟30分钟一小时线呢, 都是属于一个下降通道, 那四小时图呢是到了上升通道的一个底部, 对, 所以说这一段尤其是今天晚上吧, 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了, 就因为我们说这个通常大级别的价格趋势是由小级别拉动的嘛, 那如果我们15分钟30分钟一小时依然是继续下降的一个区间的话, 那有可能四小时的这个上升通道有可能会被跌破, 那有可能会再继续往下, 对, 这个是黄金, 因为我们说黄金肯定要收到美元嘛, 所以说这个是黄金和美元的一个形式, 那刚刚说的OK, 我看到我们这边说麦考瑞的再发一次OK, 麦考瑞的话这边再给大家去看一眼, 对, 这个呢是麦考瑞现在的一个情况, 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也可以去截图看一下, 这个麦考瑞的这个情况, 然后看一下咱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我看一下咱们小额通的, 刚刚一直都看的是GoToWebner的, OK, 我看到我们这边有人说有没有其他平台上可以看到你们的直播手机上看的好辛苦, 对, 我们其他平台上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呢, 可以去跟我们小助手或者跟各自的客户经理啊, 去要这个GoToWebner的这个注册链接, GoToWebner呢, 可以用手机也可以用电脑来观看, 如果说大家觉得我们的屏幕啊比较小或者说字啊看不清的话, 就可以用GoToWebner的那个链接来登录, 大家之后呢就可以用比较大的电脑屏幕来看, OK, 我看很多大家比较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还有说是NST啊, 就Northern Star, Northern Star跟刚刚呢也跟大家去分享过这个目前啊, 他跟如果是SAR这个合并之后呢, 他之后的一个, 尤其是从他公司目前的一个公告来说啊, 会给公司带来一个利好的一个影响, 第一呢就是说他公司的整体的开采成本会下降, 第二呢他整体的这个公司矿区就是我们觉得矿挖出来之后, 他拉到矿选矿场, 他的距离呢会大大降低, 其实也是另一个层面来说他会降低他的开采成本嘛, 所以说Northern Star他这一次的一个合并来说应该是属于不错的, 那如果说绝对要说Northern Star和Newcrest谁好谁好谁不好的话, 或者说谁更好的话, 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这个点上来说确实也很难说, 因为Northern Star他是全球老牌的金矿公司, 他一直是差不多就是在全球前五大, 现在目前是全球前三大的一个金矿公司, 那Northern Star他是刚刚从就是终极, 我们说Midtire这种金矿公司合并了其他的这个公司, 那晋升上来的, 所以说整体来说谁好谁不好这个确实很难说, 但是如果我们说去考虑到一个未来的潜力或者爆发力的话, 可能Northern Star会比目前就稳稳的一把手的Newcrest的爆发力, 或者说未来的潜力会高一些, 当然也并不排除说很多像是收购之后的公司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啊, 或是其他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考虑, 如果我们要投资金矿公司的话, 到底选择Northern Star或者说Newcrest, OK, 然后说澳洲大盘, 澳洲大盘的话其实刚刚有跟大家去分享过嘛, 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跟大家去分享过Northern Star这个公司, 啊不是Northern Star, ASX200目前的这个大盘的情况, 那刚刚也跟大家去说了嘛, 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的刺激政策都会对ASX200会有一定的这个提升, 所以呢它现在在冲击这个关键的维加斯通道6000点的一个价格, 那也是我们明天需要去额外去关注的一个情况。 OK, 然后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呼声比较高, 说可否把Authin的计算模式共享, 这个没有问题, 对, 呃这个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算的这个Excel的一个表格啊, 就是还是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真正填写起来是很简单的, 就比如以A2牛奶这个为例子好了, 那我们如果能够拿到说这个或者说能够查到公司的这个财务报表的话, 因为财务报表都是以Million来这个呈现嘛, 所以说我这边统一都会有乘以一个100万, 那Total Asset其实这个很好找, 这个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GNP, 我已经帮他去填上了这个是固定的一个数字, Total Liability大家也可以去在财务报表上去找到, Working Capture就是Current Asset减去Current Liability, 就是后面这两项来减, 那这个呢, 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 如果啊, 这个呃, 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Total Liability大于Total Asset的话, 这个就是零, 那这是Net Income, 这个是前一年的Net Income, 这是Funds from Operation, 那这个呢, 是如果是过去两年都一直是Net Loss, 就是说净亏损的话, 那这个数字呢, 就是一, 那最后呢, 得出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把所有的数字input, 就是进入到这个Excel表格之后, 这边就会是有一个Default, Default Probability得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所以呢, 大家如果说, 呃, 感兴趣的这个听众朋友想说, 试一下自己持有的这个股票,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话呢, 呃, 如果是我们GoMarket的客户的话, 明天呢, 可以去为我们客户的客户经理, 或者是小助手来要这个, 我们会免费的给我们GoMarket自己的现有客户, 好吧, 对, 因为刚刚有跟大家讲嘛, 怎么使用嘛, 就是把这些东西填一填, 所有的东西我都有已经, 呃, 这个, 列好公式, Excel的公式在里面, 输入这个所有的公式都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说大家不用说, 额外去担心说, 这个看起来这么复杂, 我会不会不会用或者怎么样, 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把所有已有的东西填进去就可以了, OK, 现在已经9点12分了, 然后讲了一个多小时嘛, 然后今天的这个网课就到此结束吧, 如果呢, 大家有额外的一个问题的话, 也欢迎可以跟我们这边分析师, 或者说客户经理去了解, 那今天晚上就这样, 呃, 感谢大家今天晚上花一个多小时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啦, 大家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先색ayı走你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